如果不經過二維串列的寫法 再來的話要經過串列 必須要先產生一個串列 再把它做輸出,把它印出去 印出去實際上跟這個蠻像的 所以其實我們第一步要先產生一個二維串列 再把它print出來,所以第一步 我們就是像剛剛這邊,先把這個list1先把它造出來 裡面的話就是先產生外面的表格 然後再產生裡面的列 這個中瓜糊其實可以把它看成是表格的中瓜糊 這個是列的中瓜糊 再把東西一個一個的放進去 所以輸出結果的話 應該就可以看到五列 我們不要五列好了 我們先兩列,這樣看比較清楚 然後 一樣十個 這樣就好了 兩個 有沒有 兩列 一列 兩列 OK 那十藍的話就裡面十個 十個 OK 它關係就是 J 藍 減掉I 減掉列 藍減列 OK 那再來的話,如果我今天希望 把這個東西做好的這個串列 把它輸出的話 輸出的話,我這邊print就把它關掉 我利用剛剛的這個來改好了 剛剛我們沒有經過二維 但如果今天我要經過這個二維串列的話 第一個 一樣把我的幾個 這個變數改一下 輸出的 範圍 其實都一樣 有沒有 幾列 幾藍 也是根據那個上面的變數 那最關鍵的地方在這裡 J-I 因為J-I已經做好了 所以這邊的話理論上應該是吧 把這個串列 逐一個逐一個 把它輸出 逐一逐一 這個概念有點像什麼 有點像那個剛剛我們用Sales輸出的方法差不多 哪一列 第I列 所以這邊的話 中刮戶 哪一籃 因為二維嘛 所以記得是兩個中刮戶 第I列 先會輸出 先抓什麼 先抓 這個 1234 把這整個列先抓完 然後再把他的籃一個一個抓出來 然後再換下一個 所以特別注意這個寫法 有點像什麼Sales I 逗點追的那個感覺 OK先 I列 再追 一定要是中刮戶 這個是固定用法 做完之後的話 等於是先把這個串列照出來 然後再把它一個一個輸出 一樣 我們 要把它格式化成四個 數字 然後對齊靠右 OK 那我們來試一下 把它執行一下 那這邊的話 5 10 看看 Enter 結果就OK了 這個就是最後的結果 如果你 抽到606題 可以把這邊的程式寫出來的話 那恭喜你 應該就大功告成 所以可能要還記得 要把它分成兩部分 一個是 先把 那個串列照出來 再把那個串列 分別的做輸出 這樣就OK了 這個方法其實以後可以套用在很多地方上面 所以將來如果你要延伸到 Python 如何輸出資料到Excel 輸出資料到資料庫 輸出到報表 輸出到表 只要是表格 輸出到網頁的表格 其實 它的結構 可能長得 就類似像這樣子 所以請各位 要特別的注意 這個完成的結果 我又把它放在雲端上 也一樣 這邊我看一下 這個 這個是剛剛 第一段 這個就是我剛剛寫的那一段 關鍵的地方就是這個 所以如果你假設 不太清楚的話 就這一段 不要記得 那還沒結束 所以這一題真的是有練 它要改成什麼 改成那個什麼 Compute 也還要把它改成函數 制定 制定的方選 所以這一題真的是 如果抽到這一題 我看你還是先跳就好了 那感覺 真的太刁壯了 沒關係 我們先完成到沒有函數 就是直接這樣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就是還要再把它改成 我們前面講過的 DAF 把它制定一個函數 畫面先滑點過 我們也先下課休息一下 然後我待會再看那個 再改成 制定函數 其實改成制定函數 也不困難 大概就是 把它稍微搬個位置而已 小於是靠左 靠左 對 自中就是向上 有一個符號不是向上符號 對對對 所以它就是 有點像你可以用這樣寄 有點像一個箭頭吧 靠右 大於是靠右 小於是靠左 自中 靠右 靠右